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次我們來講講台灣地區的事情 真是如何教我可以放心 亦都令到島內的人如何放心 如何使我不愛他 如何教我怎樣愛他 那首歌叫甚麼?大馬Sir都忘記了 教我如何不愛他 葉德坎和許智安 教我如何去愛他 現在台灣的醫療系統很流 原來台灣接種疫苗又擺大烏龍 台北市某某醫院 目前原本是同一位市民 打算接種流感疫苗 結果他 居然令到市民變成了高端人士 幸好高端那麼流 幫他接種高端疫苗 台產高端疫苗 所以 現在 台北市的當局 已經要求 這間醫院暫停接種疫苗 首先要改善他們的SOP 或者標準的作業程序 才讓他恢復這些服務 而且被錯接種疫苗的人士 幸好 身體沒甚麼大礙 消息人士說 一名台北市民 上星期去了這間 寄宿接種流感疫苗的注流感 結果 疑似是醫生 醫護人員沒有做好 確認手續 撐你 為甚麼那麼流 是流 真是流 拿了高端 令他變成了高端人士 原來你是要接種流感 台北市管理衛生的單位 確認真的有這件事 被不接種高端的市民 目前身體沒甚麼大礙 這個市民原來 去年7月24日和10月20日 已經接種牛津亞斯抵抗疫苗了 距離第三劑 原來還有幾天才行 所以你說不到 因為陳時中說高端可以變成第三劑 但有些專家就不可以了 大家心中有數 我都免得說他 所以 陳時中也說 他這樣也不算是第三劑 因為未夠時數 提前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 這位市民 等幾天之後 7天之後就可以接種流感疫苗 之後 流感疫苗過了 再要等多12個星期 才可以接種第三劑的新冠疫苗 真是麻煩 你的醫療系統 上次我們也說過 有人未夠年多 給他接種 根據老蕭最近很生氣 他居然罵財政府 很小地 他說財政府反應很慢 他的新冠更新資料系統 壞了 老蕭說的 我也不知道有這條新聞 就說 是 打了四天 唐鳳壽 你怎麼這麼流 不是說 世界級 IT天才來的嗎 世界級 說到他 好像曾經吹到全世界 只有十個人 有他的能力 這麼聰明 好像也真心地說 說回這家紀醫院 在官方網站上說 由今年10日 1月10日 到1月14日 暫停為大家 接種一切業務的服務 當然包括 新冠和流感 台灣 台北市的當工也說 針對這些 失誤的情況 已經立即要求醫院改善 並且 覆查通過之後 才可以給你恢復服務 其實他 依據當地的法律法規 第57條第1項 儲罰5萬元以上 25萬台幣以下 罰款 他的款字又不是這樣寫 是金字寫 寫過好像暖字右手邊 不知道怎麼讀 這個 這些台灣的中文小弟 十分不懂 另外 台北市也強調 各醫院各診所 一定要做一項野隔 接種之前 無必落實 三毒五對 這是甚麼程序 這是甚麼來的 如果有這個 因為它的櫃是雪櫃 應該有雪櫃拿出你的疫苗的時候 記得要核對名字 以及是甚麼疫苗的名字 還有就是途徑 還有就是擠量 時間 才 不會再發生類似的狀況 所以這些 都 不是很靠譜 真心地說 不靠譜 現在 台灣地區 昨天 本土新增4例 是本土 你記住 外來輸入 92例 再創新高 一班台灣的鄉民 就說 現在很多人回來台灣 有甚麼行業最賺錢 其實很簡單 甚麼行業最賺錢 防疫旅館 也是 也是 知不知道 一月的時候平均價格要多少 即是今個月 今個月 一日4000元台幣 平時是1500元台幣 兩倍多 所以防疫旅館 亦建議大家2月份才回來 價格便宜一點 一位 PTT的網友 鄉民說 去年5月份 三級戒備 民眾都擔心 所以大家都 躲在家 造成 旅遊業大蕭條 雖然 後來降了級 但旅遊人數當然 不能回到那個區 是的 今年 都幾嚴重 當然 現在一大堆人就要住防疫酒店 因為要過春節 有些人就從外地回來 其實 這些防疫酒店 裝包啦 賺大錢 亦有鄉民說 早就賺錢 有些 有些是很差的 有些 防疫旅館是很差的 因為本來這些是不值錢的 比這些 摩鐵 就是Motel 更差 那些叫什麼 汽車旅館 摩鐵 據據比這些更差 比平時日本已經貴兩倍以上 他們 其實看準 大家 要回來台灣地區 過春節 開始抬價 應該又不是他抬價 蔡政府是有一個 是一個標準的 不過 當然 標準的話他們定的 所以你應該問問蔡政府 有人說 哎呀 賺爆啦 一間爛房就二千五 現在還說四千 亦有人說 一落機 進行了 普西之後 如果你出事 那你 你就不用住防疫酒店 全額退 又得你選了 其中亦有鄉民說 防疫旅館 遲些回來 但是 春節 春節 過新年一定要 月份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不是這樣 很多人是靜日之前回到的 和家人團聚 和家人團聚 這些高峰期來的 連機票也是特別貴一點 沒辦法 一月份 平均房價是四千元 平均 總價是六萬元新台幣 很多台灣人都賺不到這個數 等於很多年輕人兩個月的新水 所以 十四天回到台灣 檢疫要十四天 雖然是十四天 但是 一般來說 第十五天 要多住一晚才讓你離開 所以 六萬元新台幣 看看你如何 坦據老實話 我覺得 非常是奇 沒有辦法 有時候我覺得 不如今年 遲一點 或是第三年 計算是 另外我們看到 因為單日 因為他計算本土 對不起 我剛才說本土也是錯 不是四例 看錯了一字 是十四例 十四 加九十二 其實單日確診是 破百的 台大醫院的 專家就說 台灣地區沒辦法再經歷 一次 三級警戒 因為 你知道上次要大派錢 很多人是過不了日子 尤其是你知台灣 是小確幸經濟 你做了一些 擺個擋口 那些怎麼辦 好聽一點 就是小確幸 難聽一點 就是香港以前一句說話 餐穩餐食 餐餐清 是的 所以 這位台大的 專家 司警鐘 就說 現在 如果再一次 三級警戒 很擔心 就是 我們的經濟會 崩潰 但是財政府說不是 我們經濟相當地好 其實 它是拿了數 GDP是增加了 這是現實 它是沒有做數 為甚麼 它真是多虧 全球供應鏈斷了 晶片 它沒有說 其他是不行的 它只靠一招獨佈天下 就是晶片 如果 這個供應鏈好了 它就沒有那麼厲害 這是現實 獨佈天下 事實上 捉住晶片 是不是還有渣渣呢 是的 美國人怎樣都會幫幫他 不過 美國人亦都說 如果 共軍攻入台灣的話 你們要毀了台積電 不要讓 共軍拿到的技術 這樣說 他 不是關心你 是擔心 是擔心被中國 中國大陸 拿錯的技術 說真的 即是說很關心你 很現實地說 如果發生那麼嚴重的話 不幸 也很難保得住 真的 另外 這位 來自台大醫生也說 碰到 小儀科主任 他說 他們的 叫做 一個派對 你知道春節之前 要開派對 醫院也會 但是 都要炮湯 炮湯 沒有辦法 不要搞那麼多 這個時期 不要搞那麼多 不要搞那麼多 忍一忍 忍一忍 亦有人說 是這樣的 全世界都取消 這個年會 是的 其實 內地也是 之前吃飯 好像沒有了 亦有人說 再經歷一次三級境界 一堆產業都 不可以 倒下來 唉 另外 亦有人說 不如學美國吧 你行不行 你學美國的話 我們傳統的 亞洲人社會 是不會接受到 好像西方那樣 又得你 走多少 都得多少 不管那麼多 每日 我們亞洲人社會 是接受不了 亞洲人社會 是接受不了 你不要說 但是中華地區 你看看 韓國人 肯不肯 韓國人依然是 他們說和新冠共存 但是 他們也要 盡量避得就避 是嗎 好像新加坡那樣 他們也是很厲害的 但是 他們依然是要保持 一些措施 不是放任滯留 傳開 是嗎 他們說和新冠共存 這個李顯龍說 他們依然是保持一定的措施 另外我們也看到 好了 Omicron 現在也挺厲害的 無論怎樣也好 台灣地區的醫療系統 也是要檢視一下 為何經常這麼流 流得這麼加慣 我也不知道為何 那麼 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 真是人為的東西很多 錯了 每次都是這樣的 現在這個確是人為 聽了這麼多資料 對 另外 有些人 蘇貞昌 番薯昌 說大家要接觸第3個月 但是 其實台大 公共衛生專家 台灣媒體叫公衛專家 公 多說兩個字 會是屎人嗎 這個公共衛生專家 就說 現在 台灣也 陷入了 業務危機 不夠 不夠 1月底大概 是有7、6、8萬人 符合 接種第3劑疫苗的資格 但是庫存 是岌岌可危 並且民眾 知不知道這些庫存多數是高端 所以 所以民眾 是否願意 造新四劑 復應戰士呢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其實已經是 用行動投票的民眾 為何高端有那麼多存貨 大家想一想 我也免得說 Omicron 事實上是冰臨成下的 一些 台大專家警告蔡政府 好啊 好心你聽一下專家意見 即時 保證疫苗到貨 的日期 要準時 以及供貨要穩定 這個老潮都 拍桌子拍桌子 因為有些關於新冠的 之前不是有個口服疫 台灣人打算訂的 他又很遲 搞到一個多月才能訂 所以你看老潮很現實 他一 涉及他個人利益 他自己都說 可以接種第三劑 一涉及他個人利益 當然他都害怕 說句老實話 他就很生氣了 連財政府都罵 我們看到 台大 的學者 另外一位學者 陳手禧就估計 其實到了2月初 台灣人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基礎劑的保護力 只剩下20% 如果沒有辦法 再接種第三劑 加強劑 疫情很難控制下來 所以那句 有得接種就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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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得接種的是 高端 所以就當作沒有 你就當作沒有 說真的 我們計算一條數 如果可以以每日 20萬劑的速度 接種第三劑加強劑 其實 這波新的 Omicron 在2月初 可能會受到壓制 但是 途機的群聚 又是機師 應該作為一個 賺這麼多錢的職業 是否應該多責任 又是機師 對 香港和台灣同樣問題 其實 這些機師搞成這樣 其實台灣地區 完整接種了疫苗的人士 剛剛破了七成 剛剛足夠的 更加 不要說 第三劑加強劑 其實 公率只有個位數 陳時中 就說 我保證 我強調疫苗絕對是充足的 你算是高端吧 也說 令到有意願接種的民眾 可以順利接種 陳時中忽略的是 現在 疫苗的餘額 或者叫庫存 都是在告急的 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 即是 高端以外的 這個 BNT 即是BioNTech 或者叫輝瑞 或者叫復別鈦 莫德納 各只剩下2300萬劑 剛才我們說 有700多萬人 符合 仍然有缺口 所以 第三劑根本不夠 因為很多台灣人 就當高端不是東西 接著 2月份 我們說 1月份就有700多萬人符合 2月份 又有500多萬人 又符合第3劑的接種 所以是不夠 這樣踏上去的話 怎會夠呢 是的 蔡政府不一向 不是萬半拍 萬多拍 其實去年 11月國際 未認可高端 令到出現了新四劑 復英戰士 或者叫四劑帝國 讀給一些 以為是兒子 所以 兩個多月過去 差不多 兩個多月過去 2月份 2月份有3個月 其實高端依然沒有得到 世衛的認可 不過有個國家 他認可了 就是泰國 自求多霍 泰國我也理解到 因為他也想多些人可以去旅遊 最近大開放 很多個虎都開放了 大開放意味著什麼 大大禍 所以 大家擔心 一件事就是 我 如果做了高端人 人事又去不了其他國家 不如 不要搞這些 都是 我也是 覺得你接種 世衛認可的 是最好的 這是現實 另外 陳時中 也說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會繼續追加 這樣說 其實 蔡政府在疫苗的採購上 經常都說 陸續引進 遲續接客 最後多數都是 但是 都是不了了之之後被人批評 幸好你們的國台銘 和台積電還有這個上人 就是辭職 可能到時又要找這三大機構 就是永寧基金 和台積電還有 還有就是 辭職去解救你 不然怎樣 你都 你們又是有件事 甚麼都 中國內地阻礙 沒有 如果真的阻礙你 你之前那三大機構買的 是甚麼 根本沒有這回事 根本沒有這回事 其實台灣 應該再要 是 扣 起碼過千萬劑才行 這樣是最保險的 但是 經常蔡政府 嘴上採購 手裡沒有貨 這些困境 連鄉民都不埋你單 也有 島內的居民就說 呼籲蔡政府 將 採購的訊息透明化 並且保證 基礎疫苗 還有 這些疫苗不要有 有錯誤接種 今次有錯誤 接種錯了 別人明明是 流感又變成高端 變成高端人士 還有到貨期限 還有數量 才可以安撫 民眾黃黃的心 人心當然是黃黃的 一個經常玩政治的政府 是多難 多難是治理到一個地方好的 台灣這麼小 你說它減價得好 我也覺得 難度甚大 其實 昨天 昨天 又是多了一位機師 從荷蘭回來 以此 以此 也是中了 所以 不過這個沒有到處走 它沒有到處跑 因為 荷蘭也很糟糕 荷蘭也很糟糕 而且 荷蘭的 防疫措施很厲害 有些地方封得很厲害 當然有些人就不肯 荷蘭有人去 反封城市 在綠特丹、阿姆斯特丹 這些大城市也有 海牙也有 海牙更加糟糕 變了 海牙更加糟糕 現在看到一件事 當然英國人十分樂觀 他們覺得很快會過這一波 他們繼續樂觀下去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最重要 有疫苗就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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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道理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